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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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说的 必须出于本心 你可以试着用自己的意念 去控制力量的去向 我曾经听过 对于完全觉醒的辟邪而言 哪怕是一滴血中所蕴含的灵力 都无法违背他们自身的意志 还真是霸道 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回去吧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能有什么打算 麻烦都撞上来了 总不能见死不救 天鹿城的事虽然没个头绪 但以我现在的妖力 直接回去了也帮不了他们太多 这年头 倒不如先想办法 把眼前的事摆平 新鲜代国 翠子念的都有 那位马大夫说话的口音真怪啊 那位马大夫说话的口音真怪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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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人到齐了 正说着呢 我跟师弟师妹们把湖面上能找到的黑莲都回去了 但是湖底的淤泥里还有一些莲子 再想办法挖出来 听说莲子过上几千年都还能发芽 也许是有什么原因让他们忽然生长了起来 莲子里的空间除了灵气没别的什么 大概是因为那些灵力介于虚实之间 才能影响到人的梦境 假如我们想要入梦去寻找做梦者的意识 那个空间或许还有用 什么用 若是没有特殊的方法 在梦中无法恢复体力与精神力 这颗种子的力量十分特别 以这种灵力去浸染我们平日里使用的物件或是吃食 先前的困扰就少了许多 有这么神奇 这样一来我们带的东西吃的点心 在梦里也一样能用了 只是一种灵力的附着和转换 不可能完全改变那些物品 不过聊胜于无 那要怎么做呢 把想用的统统带到种子里吗 虽然可以但只怕效力微弱 最好是从空间里生出的东西 听下来难不成还得在那种地 做食物缝衣服 有趣 有趣 别的先不说 单是种地怕就等不及吧 不必太过担心 灵力充沛的特殊之地 白骨草木也会比其他地方长得快上许多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中间谁会做那些 本门弟子虽说也有劳作之客 可实在称不上擅长 学会里的确有些人研究颇多 但我和师妹 我 我会 我会种地做吃的 也会缝衣服 让我试试吧主人 天哪 现在的田鼠精都这么厉害 我才不是田鼠精 对对 他这种叫做黄金飞天鼠 先进那个空间看看再说 嗯嗯 那能带我和师兄一块吗 我倒是也想去 不过我和师弟还得盯着挖莲子的事 这回就不凑热闹了 改天一定要见识见识 走了去湖边 还得查查水域连通的地方 唉 以前总觉得到哪都有师弟师妹跟着 挺烦的 这回难得派上用场了 来 武昭 让我去杀了他们 这些蓝衣服的 把半蚊脸毁掉了 还要把水下的种子统统挖出来 没有必要迎来无味的注目 杨平梦境已成 这些人 不过是劳而无辜 倒是辟邪和掩媚 得多看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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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